不管是玩著拼圖 還是讀著故事本 來到新北市玩具銀行玩具窩的親子們 享受互動時光 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透過玩具銀行著手辦理的玩具窩 收集來自各地的二手玩具 透過民間協力將玩具重整分類 希望讓親子主孫一起玩 訓練手腦和肌肉的發展 而且遠離山西產品 還有計畫要在明年達到旗艦店的規模 三樓的一個公益回饋空間 今天我們是我們的玩具窩 那個小窩成立了 我們希望明年我們變成玩具旗艦店 那玩具旗艦店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收集了這麼多玩具 我們明年希望開始分主題分類 這三個月希望所有家長給我們意見 希望玩什麼樣主題的玩具 這麼多雲雲眾生的二手玩具 把它主題化 讓我們的孩子更學會珍惜玩具 然後更有教育意義 玩具窩位於新版特區全世界的三樓 明亮的空間設計 讓爸爸媽媽能夠放心地帶著孩子 拿著各式各樣的玩具玩樂 不只可以培養親子感情 還能夠和其他家庭互動 玩具窩真的把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是啊 就是可以玩到各種不同的玩具 然後又可以跟很多小朋友一起互動 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就是 而且它很多玩具 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可以跟小孩一起來玩 對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覺得我也會跟小孩講說 就是可以分享的概念 就是可以分享玩具給需要的小朋友 對不對 好不好玩 拼拼 好玩 她想睡覺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結合更多的一些企業 民間的資源 然後讓我們很多偏區的小朋友 也因為這種二手玩具的募集 然後修復 然後我們再把它傳輸到偏區 然後讓孩子能夠得到更多的快樂 玩具窩從9月20號起到12月31號 每週二到週六上午9點到12點 開放參訪 共玩 首播是以循環戰生的回收玩具為主 包括人氣玩具 走骨車 彈珠台和桌遊等等 如有團體報名 可彈性調整 相關資訊可上玩具銀行官網 以及FV粉絲頁 洽詢電話是2966-3503 中家新聞 065 樊梁 板橋報導